也是問一些八卦 我這個是有事沒事 因為現在新媒體都要追那個電視 多嚇一些 他們要獨家 個人獨家那種沒有講過的那種 就會有報庭 還是要Focus在球場上的東西 畢竟這個就是你們的專業 應該要問你們專業的事情 大家好 我又出現了 我是李學玲 李學玲 目前唯一拿過SBL和CBA冠軍 也是所謂得到CBA Finals MVP的台灣球員 2002年高中畢業 18歲進入國家隊 在籃球精靈耶行書因傷退隊 曾智中扭傷腳踝的情況下 李學玲與釜山亞運第一天對上卡達 臨時擔任先發 拿下6分8籃板 幫助中華隊贏球 接下來長達10年穩坐國家隊先發控球 打過五屆亞錦賽 巧合的是2013年馬尼拉亞錦賽 8強賽 同樣對上卡達 傷退 提前報效 也是球迷朋友最後一次看見他披上國家隊戰炮 因為我們現在人在雲林 剛好下來出席一個活動 透過這一次的活動 然後又揭曉到就是 是Eric Eric 就是獨立籃球記者 藉由這一方面其實可以讓大家更了解 就是更深入去了解台灣籃球的歷史跟過程 我希望就是透過這個頻道這個節目 然後讓大家懂更多讓大家知道更多 然後請大家多多支持 Eric 對 了解就是過程 過程的東西 就是比較細微過程的東西 不是說那種大部分大致上媒體所寫的 大家也知道有些東西是沒辦法講出來的 也沒辦法說明 不會說獨立去挖一些不關球員的事情 現在大家 可能為了可看性把新聞點有爆點 我覺得有點糟糕了 還是要回歸到最初大家為什麼喜歡籃球 那個時候雖然有網路 可是跟現在比起來沒有像現在社群這麼這麼的方便 因為我們家林用權沒有很多 一個月可能要或其買一本雜誌 然後可以看到裡面的一些資訊 你也有買雜誌這個過程 我們也有NBA雜誌 HOOPER啊之類的 籃球雜誌 頂多就是電視 電視就是那幾台 資訊還沒來那麼快 所以大家那時候對雜誌都是 蠻有那個熱忱的 是以雜誌為主這樣 一些資訊我其實不清楚 那我現在長大以後 我可以透過網路 我把這些東西整理起來 因為我會覺得 台灣在就是對球員的文實 其實沒有在做這個 我這個世代的球員 我可能要知道像三哥或是龍哥 那個世代完全是無知的 只能知道那幾個比較就是指標性 其他可能像東方哥那些 光哥他們沒有保存這種東西 好的東西 從以前老一輩子傳承到下面來 然後大家也為了這個市場 為了這個環境不斷在努力 不斷在做一些改革 在做一些修正 這過程中是很艱辛很辛苦的 就是經歷是什麼 對一些前面在默默復出啊 耕耘的 這些老前輩們啊 甚至到我們這一代 真的要好好流傳下去 如果這個東西一直沒有提倡的話 硬體的東西 科技在一直進步 可是我們這個做法沒有改變的話 價值觀的那些東西 沒有跟上來 其實很快的可能 比如說現在國豪 隱居他們這一輩 可能再過十年 可能又是一樣的狀況 又是沒有人知道很多事情這樣子 不是圈內所謂的那些派系裡面 自己要再花更多的部分出來 自己去 了解 鼓勵出來其實比較辛苦 也改建你們這種幕後的 就是想要幫台灣籃球多一點事情 出一些聲 我都講說是對那個 十八十幾歲的自己的一種回應 就是我們小時候 那麼喜歡的那些偶像 長大以後你會發現 因為都沒有在做保存 怎麼長大以後 好像這些人怎麼都消失了 又換了一批上來 但是這一批就像我剛剛講的 台灣的球員 退休大概三五年內 可能很快就沒有人認識到 之前跟一個 也是相對年輕的一個球員聊 台北那時候一些比較主流 很當童的那些 他們現在都一直不認識 全世界的籃球都在改變 觀賞性啊 全部都跟以前不太一樣 球迷觀看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了 球風也比較偏攻擊性 對 沒錯 因為大家也知道現在得分都很高 目前就是防守可能比較沒有做到位 很打球 教練很要求防守 進攻其實他沒有很在意 促進贏球的關鍵就是在防守 尤其打國際賽 大家都知道打國際賽 防守是特別關鍵的 那個是一個不會失效的東西 對 你也知道 外線運動員總是會這樣 沒錯 防守永遠不會失場 但進攻就是隨著狀況 每天狀況的情況不一樣 但是防守永遠都是保持在一個 高強度的狀態下 在育龍那時候 我跟忠哥兩個後場 鐵位 忠哥的防守 就是真的是非常的 有經驗 也非常的強 也非常的飆悍 很兇的人 所以在他身上 其實我學到 也蠻多受傷的經驗 忠哥常常跟我講一句話 被自己人打總比出去被人家打好 其實印證了蠻多東西的 我跟忠哥是同一間室友 他也無私的教我很多 就是我們無話不談 有位請教他 他也告訴我 他傳承給我一些很多經驗 在球場上 還有加上光哥 他本身也是後衛出身的 兩個不同世代的後衛 直接傳授他們的東西給我 你就知道我吸收的東西有多少 所以那陣子 突然突飛猛進 不是沒有原因的 年輕的球員在進入職業初期 如果有這種很有經驗的老大哥 那個差別是不是非常大 是非常大 因為這些老大哥 他們不是只有嘴巴講而已 以身作折的 去凸顯出他現在的價值 他是用行動去證明 為什麼我有這個成績 為什麼有這個能力 年輕的 我們也有不服輸的精神 競技體育就是這樣 誰會想輸 甚至是在隊內對抗的時候 錢老師 就是錢衣菲老師 也常跟我們講 就是良性的競爭 你這樣才能促進 整個大環境 整個球隊的提升 我覺得都是有道理 球隊還是需要有老大哥在 要有老隊員在 會幫助教練很大的因素 你真正下去打 跟你教練講 那個球員體會是不一樣的 就是帶著打 跟你直接講 教他 教他打 那個體會是不一樣的 親身去感觸一個當職業球員的 一個態度 跟一個職業球員盡責的地方 從育龍那時期 錢老師光哥 傳承給我們的 錢老師他總是第一個 最早到球場 不管是早上6點 成超什麼 他都是最早一個到球場 他也曾經跟我們說就是 球員不能像上班 上班打卡這樣子 這樣 時間到我來 下班我走 不能這樣 你要花時間自己來練你自己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職業隊 不可能他會單一把你拉出來練 教練一到位他就是要整合 所以那些你自己的東西 你自己要拉出來練 你不能跟老隊員練一樣的時間 你這樣永遠追不上老隊員 你永遠是 你沒有機會嘛 你永遠都是沒有機會嘛 應該是說 遠見 這些教練 老一輩的教練 因為他們也經歷過很多故事 所以他們看的事情是看很遠的 當下的年紀 我們可能會不了解 為什麼你要這樣子 回過頭來想 真的他對我們這樣子是 幫助蠻大的 我這個相機有時候 他出來 突然他就睡覺 然後我都會看一下看一下 念歌回到台北了 然後群歌他辦了一個比賽 一個聯盟隊 這幾個算是我們 我們那個世代 就是最頂級的幾個 後衛章 最近都有一些不同的發展 不知道 學英哥這邊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這幾個 全部都還是在從事籃球這一方面 就是可能 變成是做幕後的 去推廣 我覺得這是好事情 就像我之前提的 以前我們的比賽少 曝光率少 現在比賽很多 尤其是幫助這些素人 一些有籃球夢的 雖然他們不能打職業 可能年紀的關係 我們可以提供舞台給他們 讓他們覺得說 好像跟職業球 對等待遇是一樣的 打球 那種氛圍 我覺得那氛圍是很重要 今年說實在的就是 家裡的事情 工作事情 所有的問題都 直接 湧到我心頭 你知道 比較難過 但是還是要去面對 還是要解決 感謝這段期間 就是很多人的鼓勵 朋友的鼓勵 家人的鼓勵 然後還有一些 就是貴人的幫忙 我覺得還是要找回 就是當初籃球 給我的那些 那一份快樂 這樣 那一個初衷 然後因為籃球也 改變我的生活嘛 所以我希望就是 要回饋 要回饋給 就是愛打球的 孩子們啊 愛比賽的這些 就是老朋友啊 大朋友們這樣 因為我比較沒有什麼傷病 所以我覺得狀態 是可以 是可以調回來 是可以調整 平時 有維護好 對 明年 重新出發 整理好狀態 然後就是等待機會 還是沒有放棄 就是熱愛籃球的那個 那一股 熱誠 那一股憧憬 提早接觸世界籃球 你知道從16歲 我就參加四親 世界青少年 那時候我們打世界第二 就是這個過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幾個後衛 其實說實在的 真正接觸 只有我跟尹俊 比較早期 因為那時候 他還是高中生的時候 他有到育勇練球 做功課 坊剛其實我三任很多 因為我不曉得 今天他們會 給我多少時間放這個樣子 當初就有講到你 說有一個 就是獨立記者說要採訪 然後我一看那個 我說好 我說沒問題 我說我就 因為我知道你啊 對 因為你從小聽他唱歌 不會特別去想說 有一天 你可以坐在他旁邊 像朋友一樣聊天 聊天 有故事啦 就是籃球 這條路上是有故事的 就像我喜歡 李仲勝大哥一樣 他所有的歌都是有故事的 陪伴我們 每個不同的那個階段 我那個過程是 很享受的 追求就是那個過程 哇哦 哦 哦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